您的专属永生图书馆 本节目音频由懒人听书APP独家呈现 道道道 天道地道 神道魔道 要进入八强才能够走上光明大道 大家好 我是山君 欢迎您收看世界悲论道 那么16强淘汰赛要进入到第二天了 那么有两场的比赛值得关注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西班牙队 来对阵东道主俄罗斯队的比赛 那么在这场比赛赛前 有什么数据是值得大家关注一下的呢 我们马上进入津津乐道 本期的津津乐道同样是有三组的数据 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数据那就是 一 东道主俄罗斯 这是他们独立以来 第一次能够在世界杯 在小组赛突围进入到淘汰赛阶段 在前两场的小组赛里面 他们是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第三场感觉 他们是战略性的 选择拿小组第二出现 要进入到千表的下半区 东道主是不容忽视的 今天乐道第二个数据 那就是50%对上60% 在进攻方面 50%俄罗斯队的进球 在小组赛是通过定位球打进的 而西班牙队在小组赛上丢了五个球 他们三个球都是被对手 利用定位球所打进的 定位球的丢球数 占了他们总丢球数的60% 所以这场比赛 两队各有特点 或许俄罗斯队更想是希望 通过定位球来攻破西班牙队的大门 所以西班牙队的防线 要格外小心了 津津乐道的第三个数据 那就是91.3% 这是西班牙队在三场小组赛里面 总的传球成功率 他们传球三场比赛加起来 一共完成了2089次 可以说西班牙队是所有球队的传控之王 面对体能更好 而且速度更快的俄罗斯队 这场比赛西班牙队能不能把传控的优势发挥出来 那就是他们能否进入八强的一个关键所在 在三场小组赛里面 西班牙队长短结合 进攻是有板有眼 那么他们在内部的配合 是球队的一个得分的法宝 那么怎么样来分析他们的进攻法宝呢 下面我们请祝李导进入到攻守之道 欢迎进入攻守之道 那么李导 西班牙队虽然他们是传控之王 但其实他们的进攻也是多样化的 对 这个传控怎么理解 传控不是短传 完全是地面传球 完全是短传 不是 长传也是传控 只要你利用各种传球 把球控制在自己脚下 这就可以了 所以西班牙这个科塔 这次作用比较明显 但是科塔进球 不是脚下底下三五米正传球 而是一个中传 传过以后 当然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可是他这个中锋 确实发挥他的优势了 发挥他的特点了 他发挥起到作用了 有效果 所以这个传控 究竟怎么用 我看这个不一样 当然这个西班牙这个队 包括巴塞兰娜 他这种短级的传控 我觉得他应发扬 他有那样人 当人变了以后 他可能结合新的人 他要发展一下 为什么西班牙队 不用莫拉塔 而坚持使用迭克科斯塔 我们通过西班牙队 摩洛哥的一个进球 来看看他们的传控打法 结合高中锋的有效发挥 来看看 当时球队在左路来发动进攻 打内部必须要 由小白来主导 伊丽莎 对 这个左路进攻 包括左后卫二王 这是他的进攻重点 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当时的话 迭克科斯塔系对方两个后卫的注意 对 不能不注意他 因为他这个人确实攻门太厉害了 所以他必须重点防守 这时候我们看到 伊丽莎和伊斯科 已经是瞄准了对方内部的空档了 伊丽莎和伊斯科 这恐怕他是船空当中的代表 对 地面船球短距离的小范围的 这两人就是脚下攻 非常好 所以这个左路上确实 对方的右肋的空档那里 正是他们利用的这个地方 而伊丽莎拿球以后快速突进 到了底线边缘 他才把球传出来 对 他胡传球上 你看 这个科斯塔虽然在外边 他好像离对方球门比较远 不如这个伊斯科进 但是他会吸引对方的主要防守力量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就要空了 结果这个球 看来就是伊丽莎到三角传回来以后进 而且大家看伊丽莎到三角传回来的时候 这一点的包抄 前后左右是有三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来跟进的 对 这就是他们这种下三路传控打法的一个典型 俄罗斯队大家都知道身材高大 那么脚下不是特别的灵活的 因此今天西班牙队的比赛 能不能利用好内部的空档 会是他们进球的一个关键所在 三场小组赛过后 西班牙队的主力阵容 整个的架构是非常稳定的 根据俄罗斯队的特点 他们有可能要做出怎么样的调整呢 我们马上和伊丛一起进入解阵门道 欢迎进入解阵门道 16强战西班牙对阵俄罗斯 李导西班牙队经过三场的小组赛以后 主力的阵容应该说虽然在换教练的情况下 但现在伊业罗带队架构还是非常稳定 对 这个就比较正常 不能像表哥那个一场一大阵容 那不行 没错 稳定基本阵容这是很重要 那您觉得在主力阵容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这场比赛他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这两个队可以说这场比赛是不是不同风格的比赛 这才有意思 我希望这场比赛两个队都打出自己的风格来 那么从西班牙这个队当然它是传控了 传控代表吧 但俄罗斯冲击力比较强 对 所以一个呢在中前涨 特别是控制中场它能力很强 一个是我中场不行 我跟你硬拼中场 可能我更吃力 所以干脆有中场 我不跟你纠缠 俄罗斯长传 对 前面两场比赛它也基本上这样长 对 它很有效 我要说一点就是什么 我希望今后足球的发展 就是在这种时尚的东西和本色的东西结合起来 没错 就是我原来好的东西我挖掘出来 发扬光大 现在有新的东西好的东西我吸入进来 结合起来 我看这样足球比赛可能更丰富一些 所以谈到这场比赛就是西班牙 碰到这种打得比较简单一点 直接一点 那么它这个四合位咱们可以看看 两个中卫现在岁数还是比较大一点 而且最近的状态也不太好 两个边位比较喜欢进攻 所以这场比赛为了应对俄罗斯 他们后部队五个人 五个人进攻 五个人防守可能好一点 这五个人的防守 这两个边位在适章的时候进攻 就是我抓住机会进攻 不要每次都压得靠近 吸取德国队的教训 没错 佛斯科斯 佛斯科斯他这场比赛特别是开始阶段 他应该重点要注意平章 所以您提到了五个人要防守 进攻交给另外这五个就行了 我认为可以了 那么封线上面迭格克斯塔 左边这是伊斯科 右边是大卫·希尔瓦 这边有迪亚哥 以及是这边是老将伊尼斯塔 所以的话在进攻的方面 交给这五个人 基本上已经是足够了 对 特别是他的左路 还确实要能打出来 他肯定有机会 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 对 好 那么大家会非常的关心 这一场西班牙和俄罗斯的比拼 您更看好哪一方 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八强呢 结果我倒不太注意 我倒想看看这两个队 谁的风格打得更好一点 当然从结果 从书面 纸面来看 西班牙实际脚比 要是要高速一块 所以这场比赛 他应该顶 吸取在最后一场 小组赛对阵摩洛哥的教训 西班牙队防守稳固的情况下 进攻应该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我们看好西班牙队 能够最后挺进八强 今天晚上另外一场的较量 那就是科罗蒂亚小组赛 是三战全胜的球队要对阵 防守非常稳固的丹麦 李导您怎么看 一个是重防的 刚刚你说的丹麦就是这样 一个是主张进攻的 就是科罗蒂亚 这是他们习惯的一些 攻防思路 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从两个队 去总的情况 前面的比赛来看 科罗蒂亚还占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他必须要解决 中场的防守问题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像莫朗里奇 他们这几人进攻能力非常强 他往往想用自己的攻势 来压倒对方的攻势 所以这时候容易出现 在防守上忽略 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看科罗蒂亚 应该再有一个优势 有点优势 但我们预设这场比赛 有可能会出现 加实赛的情况 但最终晋级的 可能还是实力占优一些的 科罗蒂亚 世界杯进入到 最后的淘汰赛阶段 可以讨论的话题 是越来越多 欢迎您继续守候在 世界杯论到 我们有很多 惊惊乐道的话题 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攻守之道 以及是解证门道 好 本期的节目 就到这里 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李岛 做出的专业的点评 也感谢各位的持续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